大家好,我是瑞森,瑞森老哥。 而说到板甲,自然就逃不脱一个问题,中国为什么没有板甲? 但凡扯到中西方军备物品比较的时候,中国为什么没有板甲这个问题就总会出现,就像女性的大姨妈一样准时。 因此,这个问题也被网友调侃为月经性问题。 今天,瑞森就来和大家聊一聊,欧洲板甲和中国为什么没有板甲? 同时,热烈欢迎各位观众老爷踊跃发言,毕竟真理不变不明嘛。 我们提到中世纪欧洲的时候,受到一些影视作品或者游戏的影响,想必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穿着闪闪发光盔甲的骑士们。 拿着战斧战锤长剑站于道路两侧,这些被戏称为铁罐头模样的盔甲就是板甲。 其实严格来说,板甲完全兴盛时已经不属于中世纪,而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产物。 很多游戏和影视作品中,都将板甲骑士设定成一种防御力很高,但是疑速和灵活性较低的兵种。 这就让很多人误以为板甲过于厚重,让骑士行动十分笨拙。 比如说,在电影《亨利武士》中,竟然出现了骑士上马需要吊上去的镜头。 而事实是,一套板甲的平均重量通常在20到25千克左右,而且它的重量并非集中在身体的某一部位,而是分散在全身。 再加上金属,整体的自支撑性,这就大大减轻了人体的负担。 像游戏和影视作品中表现得那么缓慢,就完全是一种平衡和夸张了。 然后我们再说一说板甲的灵活性。 板甲骑士可是相当灵活。 跑步、跳跃、翻滚,甚至来一段广播体操或者太极拳都不在话下。 这是因为板甲虽然整体看起来像一个铁罐头,但实质上板甲并不是一体的。 它是由脚步板甲鞋、大小腿甲、膝盖甲、裙甲、胸甲、护颈甲、大小臂甲、分指手甲、头盔、众多部件组成。 而且还大量使用了核叶、卡扣、束带、螺旋角链,使得灵活性大大增强。 同时,一套完整的板甲大都是私人定制、量身打造。 因此,板甲极其贴合使用者自身。 当时虽然不存在人体工程学,但是欧洲的工匠已经在制造板甲时熟练运用起相关理念。 尤其是对关节部分的处理,将人体工程学体现得淋漓尽致。 最夸张的就是板甲鞋,其弯曲程度甚至可以从脚尖碰到脚踝。 对于板甲的防护功能,其厚度通常在1到3毫米左右。 刀剑劈砍最多也就是造成划痕,很难破甲。 对于弓箭来说,哪怕是用大名鼎鼎的英格兰长弓配上专用的破甲剑,最多也就只能造成一些划痕。 当然,也不排除有运气极好的从甲咒缝隙处射入。 目前,尚未发现哪一副板甲是被弓箭射穿的。 既然刀剑和弓箭都不行,那我用钝器攻击总行了吧? 不好意思,对于板甲来说,依然作用不大。 当时的工匠们同样想到了钝器的威胁。 因此,它们将板甲锻造出一定弧度,形成了穹壳状的凸起,在人体和板甲之间创造出一定的空间。 这样一来,钝器冲击所造成的伤害就被板甲的形变所缓解。 同时,板甲内部还有锁子甲和棉甲来做进一步防护。 像15到16世纪的哥特式,马开西米利安式的板甲不仅有穷壳,而且还打造出一道道的瓦愣。 瓦愣不仅可以偏转对手的打击,而且也加强了结构。 说到这儿,可能有观众要疑惑了。 既然板甲如此无敌,那么双方骑士都穿着板甲打架怎么办? 显然,骑士老爷们也想到了这个问题。 于是,着甲剑术被开发了出来。 简单来说,着甲剑术就是一种拿着长剑的类似摔跤一样的格斗术。 对于具体的打斗形式,大家可以从油管上这位大佬或者B站里这个视频来了解。 另外,当时的骑士还人手配备一把匕首,就是为了从盔甲关节缝隙处重伤对手。 那么板甲又是因为什么退出历史舞台的呢? 目前的主流观点认为是火药。 随着16世纪欧洲火枪火炮的不断发展,几乎免疫一切冷兵器的板甲,也不得不在热兵器的面前黯然失色。 虽然早期火枪弹丸威力不足,板甲还勉强能够做到有效防御。 但无奈,随着热兵器成为时代主流,板甲跟不上火枪的变革速度,自然就此慢慢消失了。 而在此期间出现的游行板甲、胸甲、半身甲和四分之三甲就是另一段故事了,这里就不详细说明了。 关于中国为什么没有板甲,以下纯属瑞森个人观点,如果不认同,请当我没说。 中国为什么没有板甲的原因可太多了。 早就有各位大佬从不同角度分析,反正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因此我们不妨反向思考,欧洲为什么有板甲? 而且好像全世界就只有欧洲那一块有这么全副武装的盔甲。 瑞森以为,最关键的一点是两者的制度。 中国古代采用的是征兵制和木兵制,武器装备都是国家统一发放,而且兵源众多。 说实话,人命有时候可能还没有盔甲值钱。 这时候需要的自然是统一的,一修理,一更换的制式装备。 而且中国古代对盔甲管理尤其严格。 唐朝之后,私藏盔甲等同谋反,民间制甲几乎消失。 而政府组织的工坊追求的是产量。 中国古代不缺兵源,提高着甲率才是最好方向。 像板甲这样工序繁杂的东西显然不合要求。 而欧洲那边则是裁翼制度。 装备武器都得自己配好。 骑士老爷都是贵族阶级,他们不差钱。 为了保全自己高贵的性命,拼了命地往身上搞防护。 毕竟有命活下来,钱才花得出去。 所以欧洲的骑士才会不惜血本,装备把防御做到极致的板甲。 同样能佐证这一点的还有日本。 日本的军制和欧洲差不多。 日本的武士阶级也是贵族,也是自备盔甲武器。 其中最出名的应该就是以欧洲板甲为原型制成的南蛮洞了。 另外,就是板甲的性价比太低了。 虽然板甲防御面积大,防御力也高,灵活性也还不错。 但是它的一个重大缺点就是贵。 和它高昂的造价比起来,板甲的性价比还是太低了。 尤其是全身甲的性价比是糟糕透顶的。 要知道,当时可没有车床设备和冲压机,所有的盔甲都是一锤一锤砸出来的。 哪怕是后来欧洲出现了水力断锤技术,但是想大规模装备依然是吃人说梦。 因为板甲是没办法标准化的。 一套完整的全身板甲需要对穿戴者进行从头到脚的精确测量。 现在展示的是制作板甲的前期准备工作和一些零部件。 想要制造出一副重量轻、灵活性高的板甲,那必定要和人体高度同步。 以当时的生产力来说,无疑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 板甲最费工的部位是手甲、关节、活动式头盔。 分纸手甲完全可以用来检验一个工匠的记忆水平。 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板甲会是贵族骑士老爷的专属物品了。 平民,谁装备得起呀? 如果将欧洲的甲骤类比成现代的汽车, 那么布面甲就是常人能买得起的小汽车。 而板甲一就是有钱人才买得起的跑车。 全套板甲就是只有顶级富豪才买得起的超跑。 火枪的出现和发展让盔甲显得毫无意义, 甚至一度让盔甲消失在历史上河。 但是在近现代,盔甲又以防弹衣的方式回归了。 当我们一提起城堡, 最先想起的应该是德国的新天鹅城堡, 因为这座城堡就是迪士尼城堡的原型, 充满了童话式的浪漫与和平。 但人们最初建造城堡可不是为了什么童话, 而是为了守护自己的家人与奴仆, 守护自己的领地, 抵御威胁的可不敌人。 纵观中世纪以来的封建战争, 谈到攻城掠地, 全都是围绕城堡所展开的攻坚战。 想要守护家园, 造城堡吧。 想要掠夺对手, 还是造城堡吧。 或许可以这么说, 中世纪的城堡既是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 也是不折不扣的杀戮机器, 有无数对手因城堡无功而返, 也有无数敌人因城堡闻风散胆。 今天, 就让瑞森为你思绪那层笼罩在城堡表面的梦幻面纱, 揭开一段真实又残酷的战争历史。 在公元90世纪的法兰西, 那时候的法兰西正在经历加洛林帝国时期, 那时的欧洲国家概念和今天有所不同。 它是若干快领地, 因政治婚姻继承等各种封建关系所导致的, 围绕着某个王室家族的聚合, 也像是一个由基督教教会联合成的社团。 而法兰西在社团中一能力出众, 周边的社员暂时愿意听从他的安排, 但这种组织下的国家并不稳定。 随着北欧海盗的长期掠夺, 加洛林帝国开始衰落和分裂, 许多军事贵族开始接管德国与法国的土地, 并开始修建城堡, 抵御敌人只是其中一方面。 但更重要的是, 为了管辖这一区域的居民, 成为区域内经济政治法律的中心。 关于这一点, 中世纪百科全书中的Castle词条有注释, 城堡被定义为权利者和他的随从居住的防御性住宅, 是权利的象征及真正的要塞。 由此可见, 城堡区别于一般的防御公式的地方, 在于他的行政管理功能, 在战时也可以容纳居民长期居住。 9到10世纪时, 在法兰西的安如地区, 开始流行建造秋顶宝场室的木制城堡, 也被称为高地宝场室。 名字中的秋顶, 其实就是指这个城堡是建在小山丘上, 并城堡周围围上一圈木栅栏将城堡进行防御。 建城堡的山丘最少需要三米, 如果城堡的军事地位越重要, 山丘也会相应越高, 这可以为城堡提供很好的视野发现敌情。 宝场指城堡范围内可供生产的庄园, 处于低地。 一旦发生敌情, 庄园中的仆人们就会从位于低地的宝场, 顺着小山丘上的台阶一溜烟高地的城堡进行防守。 这一点在许多战争题材的RTS游戏中得到了很好的还原, 比如微软的《帝国时代》系列, 在发现敌人后, 玩家在城镇中心进行摇陵, 使工作中的村民躲进城堡, 让敌人无功而返。 一座好的秋顶宝场式的木质城堡, 需要尽可能让工程者陷入最高的危险, 暴露最多的敌情, 而自身又能以很少的兵力长期而有效的防卫。 在现实中, 位于法国的朗热堡就是这样一座典型的秋顶宝场式城堡。 虽然在结构上非常出色, 但当时的城堡仍有很大的弊端, 原因在于构成它的木质材料很容易被火烧毁, 导致许多城堡主在主城未被击破的情况下, 却因火灾无奈打出鸡鸡。 到了公元十世纪初, 城堡主逐渐发现, 如果在山区修建城堡时, 坚硬的岩石使挖沟和插入栅栏的工作难以完成, 普通的秋顶宝场城堡无法新建, 于是领主们就地取材, 利用石头修建城堡。 许多城堡学专家认为, 世界上最早拥有石制主塔的城堡, 就是富尔克三世在公元992年建造的朗热堡。 这种石制城堡三藏木制城堡的防御能力, 直接上升了好几个LV, 这导致中世纪使用冷兵器的封建部队, 完全无法攻破这样的庞然大物。 但在特殊情况下, 拥有火器也未必是它的对手, 瑞森院称它为中世纪最强。 这个例子发生在1565年, 奥斯曼帝国率军5万人, 进攻驻军6000多人的圣安格洛堡。 由于这里三面环海, 建设在一个半岛尽头的高地上, 可供进攻的宽度非常窄, 奥斯曼的野战火炮, 也因为崎岖的地形无法送到前线。 围攻圣安格洛堡三个月的奥斯曼军, 带着超3万人的死亡数, 仓皇投出了马尔滩。 另据文献记录, 以及比利时对本国150座城堡的考古研究相印证。 多年以来, 只有5座城堡曾被中世纪军队攻破, 其中大都源于城内叛变和过度消耗, 还有一次竟是因为粗心大意, 记载中的一座城堡沦陷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关门, 然后两个骑士与20个农民一涌而入, 烧掉了内堡。 虽然这个石器城堡的确坚固, 但木质城堡仍然与它供责了很长一段时间, 这是由于石料的开采在当时是一件很有难度的事, 一些小封建筑很难雇佣起大量的石匠来修筑一座城堡, 因此仍选择木质结构。 之前说了很多欧洲城堡, 那么难道中国就没有城堡吗? 答案自然是有的, 古中国浮沦辽阔, 战乱频发, 城堡这样的好东西怎能没有呢? 所谓一夫当官万夫莫开, 那可不是古人只站在人行道上就敢信口开河的。 古汉语中, 城堡是指向堡垒的小城, 大型设防的建筑或建筑群, 而中国的城堡比比皆是, 比如有雾堡, 韶关的双峰寨, 嘉玉关, 安良堡, 福建琵琶堡, 山西的香玉古堡等等, 或许是万里长城名气太大, 这些城堡大家可能听到会少, 那瑞森说个大家熟悉的。 隋唐演绎是一部耳熟能详的文学作品, 其中与水泊梁山齐名的隋墨农民义军发祥地瓦岗寨, 算是中国城堡的各中桥处, 瓦岗寨东南北三面临水, 紧西面直通隐秘关岛, 地形险境, 近可攻, 退可守, 可谓是城堡建筑学的典范, 中国的军事坦丁堡, 李密让瓦岗军出去攻打周边各县时说过, 略营阳诸县, 城堡多下支, 意思就是, 要多夺取营阳的各个县, 城堡要重点攻击, 可见呀, 古代中国不仅普遍就有城堡, 而且在军事行动中的地位, 也相当之高。 而发生在公元1259年的钓鱼城之战, 真可以算得上是中国城堡的巅峰之战了, 在进攻南宋钓鱼城的过程中, 横扫整个欧亚并被称为上帝之鞭的蒙古铁骑, 遭遇了巨大挫折, 正面九宫不下, 连蒙古大韩蒙哥也被炮石击中身负重伤, 不久不治身亡。 据原始本传记载, 在蒙哥汗死后, 不少随蒙哥汗出征的将领, 也站死于钓鱼城下, 足见战况直惨烈, 城堡坚不可摧, 一直等到第二代大韩忽必烈, 承诺不伤害城中百姓后, 城中守将32人才选择了弃城, 并选择自吻, 无一例外, 此时已是守钓鱼城的第36年。 另外, 除了中国, 在亚洲还有另一个被忽视的顶级城堡制造专家, 那就是日本。 日本的城堡被称为天守, 起源于士替幕府, 当时的名称为天主, 知田信长增建祈父城时, 又改称天守, 通常位于日式城郭的中心制高点, 是城中的最高建筑, 在战时是坚固的军事防御设施, 具有观察和指挥的作用, 也象征着所在地大明或城主的权力与地位。 天守阁本身是由大天守, 小天守及楼阁, 门廊组织成的群体, 依据军事上的需要, 互称脊脚之势。 由于地震多发, 天守阁实际上创造了日本人历来所没有的多层楼阁, 在内部更是连楼板都未设置, 即便攻入天守阁, 也是无法攀登上楼的。 为了防止火攻, 将建筑的梁柱坊船壁全部用灰泥包裹起来, 可实际上在灰泥后面, 竟遍布着隐蔽的瞭望窗射击孔。 为了攻击贴近楼台的劲敌, 天守还特别设置了挑出平台, 制投制孔, 用以投掷雷幕炮石或者泼洒废水。 在1877年明治西南战争中, 号称不败不落之要塞, 雄本城成为了最耀眼的星。 维新元勋, 旧萨摩藩士族领袖西乡龙胜所率领的 一万三千叛军疯狂围攻, 而雄本城中只有四千余人防守。 在围城之前的外围扫讨战中, 萨军曾一度杀的官军丢盔弃甲, 但一到功臣阶段却连连受挫, 整整五十三天都没有攻入城门一次。 围困雄本城消耗了萨军大量的精力与时间, 被持缘而来的官军切断了退路, 导致萨军不得不全线溃败, 这也使西乡龙胜在决死戒错前 留下了一句很有名的话, 我不是败给了官军, 而是败给了清正宫, 而清正宫正是家藤清正, 雄本的初代藩主。 由此, 雄本城的坚不可摧就这样流传开来, 称为日本城堡史上的一段佳话。 15世纪以后, 真正有威力的火药武器登上了历史舞台, 这也使得各个地区的城堡失去了原有的价值, 比如在欧洲, 默汉默德二世使用力炮攻陷了败战庭人的大门后, 军事坦丁堡这个不可战胜的神话也被彻底击碎了, 在此后的战争里, 城堡也逐渐被要塞取代, 在今天, 城堡在军事上的价值甚至都没有防空洞高了, 城堡虽然也带给人们许多美好的遐想, 但不可否认的是, 他们因战争而生, 因你来我往的攻防对战而生, 这些都带来不了安居乐业, 或许只有和平才能带来真正的消停, 但那样真的值得吗? 现实的城堡已经消失, 但在现代社会国别之间, 早已筑起许许多多个政治层面的城堡了, 瑞森只想希望, 希望每个城堡都给人带来欢笑, 而不是让人在事后感到后悔。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瑞森,瑞森老哥, 如果大家有自己的见解, 或者觉得视频某方面有误的话,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讨论,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欢迎订阅按赞, 我们下期再见吧! 感谢观看